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导纳的单位是西门子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导纳呢 对于这个导纳 当B呢如果小于零时 电路呢是改性的 导纳呢比小于零电路改性的 B如果大于零的话 电路是荣性的 又跟这个啥呢 走抗呢又对应起来了 有一种对我关系 也就导纳呢 它等于走抗的导数 那么它也有两项 一项呢是电导 一项是电纳 那么如果这个电纳小于零电路呢是改性的 大于零呢是荣性的 你看这个走抗 那么电抗呢走抗这一部分 电抗呢如果大于零是改性 小于零呢是荣性 好那么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走抗 或导纳的串并连 那么走抗的串连 那么等效的走抗 或者说总的走抗呢就等于各个 走抗的字合 这个走抗的串连 这我们大家注意 这个走抗的串连呢 总的走抗等于各个走抗的字合 那么每一个走抗呢都有实部和虚部 所以呢总的走抗的实部呢 就是每一个走抗的实部字合 再加上每一个走抗的虚部字合 那么这是总的这个虚部 好那么这个走抗的串连 导纳的并连 导纳的并连 那么总的这个导纳呢 应该等于各个导纳字合 那么也就导纳里面总的这个电导 等于各个电导字合 总的电纳呢等于各个电纳字合 好这个导纳的并连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正旋电路电路的分析 好那么我们这个是正旋电路的 向量表达式 KCL也就吉尔霍夫电流定律的 向量表达式 这个呢吉尔霍夫电压定律的向量表达式 这是原件的约束关系也就VCR 和向量表达式 那么它有一个啥呢 审适的审适之表达式 最下审适的审适之表达式呢 Sigma i呢也等于0 Sigma u呢也等于0 那么u呢等于r i 那么i呢等于gu 最下审适之表达式 那么我们这个审适之表达式 那么这种形式呢 该我们这个 我们向量的表达式的形式和审适之表达式 形式是一样的 形式一样 所以呢我们把正旋稳态电路的计算问题呢 就是规接为 规接到它的方法呢 就是用电路电路的分析方法 这是我们前面呢已经说过了 好 第四个 就是正旋稳态电路里面的功率 功率里面呢有这么几个功率 一个是审适之功率 审适功率 审适功率 审适功率呢就是某一个时刻的电压与电流的乘接 这就是审适功率 第二个呢就是平均功率 我们前面不是说损失值呢 损失功率呢也 没意义 没多大的意义 而且呢不便于测量 所以呢 我们一般呢用这个平均功率 也就是有功功率 它等于电压的有效值 电压的有效值和电流的有效值 再乘上功率因素 功率因素里面呢这个φ等于多少呢 φ就是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这个呢大家要注意 φ就是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好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功率因素 很重要的一个功率因素 那么那么呢就是Cosin-Fi 我们刚才说了φ呢就是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第四个呢是无功功率 无功功率 无功功率呢就等于电压与电流的有效值 再乘上一个Sin-Fi 这是无功功率 好 第五个呢就是素材功率 S呢等于U和I 也就是电压与电流的成绩 那么从这里面看呢也就是 P呢也就等于S呢Cosin-Fi Ko呢等于Sin-Fi 那么Ten-Fi呢就等于P处上 等于啥呢Ko处上一个P 也就是或者P平方呢加上Ko的平方 等于S的平方 来注意一下 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或者呢Cosin-Fi呢等于S分子P 一样的 好 那么这是第五 第五个了 那么下面呢 第五个大问题呢就是复功率 我们前面说了复功率呢 是把这个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和四代功率呢 联系在一块 所以那么我们看一下 一端口复功率的定义 那么一端口 这个N0的复功率的定义 那么就是端口的电压和电流的 向量的共和复数的成绩 那么它就等于啥呢P加上个Ko 那么它的十部呢就是有功功率 虚部呢就是无功功率 所以呢这个四代功率呢 把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呢 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是一端口复功率的定义 那么复功率的几种表达式 这我们呢在复功率里面呢 我们强调了一下 有几种表达式 希望大家熟悉 那么几种表达式呢 你看第一种呢就是这个 复功率呢等于电压与电流 共和复数的成绩 那么等于啥呢 等于Zi平方 走抗呢乘上一个电流的平方 还等于啥呢 就等于U的平方乘个Y的共和复数 导纳的共和复数 Z走抗乘上一个电流 这是一个膜 不是向量 电流膜的平方 再乘上U 电压膜的平方 再乘上一个 导纳的共和复数 大家注意一下 好 复功率呢是满足守恒定律的 复功率是满足守恒定律的 为啥呢 因为你这个有功功率是守恒的 无功功率是守恒的 所以复功率呢当然也是守恒的 好 这是 这是啥呢 这是我们的复功率 好 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这个最大功率的传输问题 最大功率的传输问题 那么最大功率的传输 第一个呢 当这个走抗呢是任意改变时 也就是这个走抗的Z呢 等于RL加上一个GXL 可以任意改变 那么这个啥呢 负载上可以获得最大功率的桥件 那么就是Z呢 Z呢等于 也就是负载主抗呢 等于这个等效主抗的供额复数 也就是负载主抗呢等于等效主抗的供额复数 等效主抗的供额复数 等于它时我们可以获得 可以获得最大的功率 可以获得最大的功率 也就是说 当负载上获得最大功率的桥件呢 就是负载主抗呢 等于这个等效主抗的供额复数 使这个主抗呢可以获得最大的功率 最大功率是多少呢 最大负载上所获得的最大功率呢 应该是4倍的REQ分子UC的平方 其实就是这个RL呢 不是等于REQ吗 就是他们这两个电阻里面的 另一个电阻 那么分子电源电压的平方 好 这是负载上呢 所能获得的最大功率 上次呢获得最大功率的桥件呢 我们叫做最佳匹配或者走抗匹配 这就是一个名字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在提名呢 可以给大家问说 可以获得最大的匹配 那么实际上就是问你 负载上所能获得的最大的功率 在什么条件下能获得最大的功率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如果呢 负载呢 可以变化的时候 大家记住 当负载呢 走抗呢等于 等效走抗的供额复数 是可以获得最大的功率 好 第二个 如果呢 负载呢 走抗里面只有这个电抗呢 可以改变 只有电抗呢 可以改变 那么这个获得最大功率的桥件呢 是 获得最大功率的桥件呢 是 负载电抗呢 等于 也就负载电抗呢 加上一个 等效电抗呢 两个等于0 也就是说这个须部呢 要自合呢 整个电路的须部呢 合起来要等于0 这是获得最大功率的桥件 那么等于0以后呢 获得的最大功率是多少呢 获得的最大功率就是这个 req加rl分的rluc的平方 好 那么这个是 如果这个负载走抗呢 只有这个虚部呢 可以改变 那么获得的这个啥呢 最大功率是它 因为你这个实部呢 不变化 好 第三个呢 如果0呢 是存电阻 也就是这个负载走抗呢 是存电阻 负载走抗呢 如果是存电阻 那么这个负载 获得最大功率的桥件是 获得最大功率的桥件是 rl等于多少呢 rl也就是说这个负载电阻 等于 这个等效走抗的模 也就是等于走抗 等效走抗的模式 这个电路呢 可以获得最大的功率 可以获得最大的功率 好 那么这个桥件呢 成为模匹配 获得最大的功率是多少呢 我们把这个rl呢 带到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石子里面去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是获得最大功率的桥件 好 第七 就是串联电路的斜阵 串联电路的斜阵 那么网络中 看一下 网络中呢 含有这个电感和电容 也就是这个无源的网络中呢 如果含有电感和电容 那么在某一特定频率下面 的电压和电流呢 如果达到同向位 称电路呢 在盖频率下发生了斜阵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断口的电压 和电流呢 同向位的话 那么称电路呢 在盖频率下 发生了斜阵 好 那么这种现象呢 就叫做斜阵 那么断口的电压和电流相等 这种现象呢 叫做斜阵 那么串联斜阵 串联斜 那么串联斜阵呢 发生在这个啥呢 在RLC串联电路中的斜阵 我们叫做串联斜 那么斜阵 那么斜阵频率呢 等于多少呢 就等于2π 跟号RLC分之一 希望大家熟悉 那么串联斜 电路的频率 那么RLC呢 串联电路斜阵的这个特性 那么第一个呢 是斜阵死的走抗的磨最小 因为走抗呢 等于多少呢 走抗呢 就等于这个电阻 所以呢 电源电压呢 全加在电阻上 电感上的电压呢 加上电路上的电压呢 等于0 所以呢 那么整个电路的走抗呢 是最小的 斜阵死的电流最大 如果电源电压呢 不变化的话 那么你斜阵死的 等效的这个走抗呢 最小 所以呢 斜阵死的电流最大 最大值呢 等于多少呢 最大值呢 就等于这个电源电压呢 出上一个R 你看 这是电路中的啥呢 电压呢 等于电 电流呢 等于电压出上一个走抗 或者呢 电流呢 等于电压出上走抗 所以呢 斜阵电路中的最大电流呢 就等于电压出上一个电阻 C 下面看这个特性啊 第三个特性 斜阵死 电感和电容的电压呢 各为总电压的K5倍 这 那么这是斜阵 斜阵死电路的一个特点 那么是啥呢 它就是斜阵死电感和电压 电容上电压的各为总电压的K5倍 而且是相互抵消的 也就是UL呢 加上个UC等于0 也就是它们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自和呢等于0 也就是 四 斜阵死电路吸收的5公公里为0 因为端口的输入 输入端口的电压与电流同相位嘛 所以呢 这个相位 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等0 所以呢 5公公公里等0 油公公里呢 达到最大值 油公公里达到最大值 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并连斜阻 并连斜 第一个呢 这个并连斜阻 我们这个电路呢 是一个什么电路呢 这是一个实际的并连斜阻电路 那么就是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呢 并连起来的一个电路 不是我们那个rlc 并连的一个电路 那么 邪阵死的 并连邪阵的 这个邪阵频率等于多少呢 就等于根号lc分之一 根号一减上个lc分之 cr平方 这是并连邪阵的时候的邪阵频率 就是这么一个值 好 邪阵死电路的输入导纳呢 最小 导纳呢 是最小的 邪阵死电路的导纳呢 最小 所以等于多少呢 等于l分之cr 等于导纳呢 是最小的 邪阵死电路的输入导纳呢 最小 那么意味着并连斜纳呢 是最大的 输入走亢呢 最大 输入导纳呢 最小 意味着电路呢 并连邪阵死电路的输入走亢呢 最大 好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 邪阵死呢 有过电流出现在电感自路和电容自路走 邪阵死呢 有过电流出现在电感自路和电流自路走 那么就是邪阵死这个电感自路和电容自路走呢 有大的电流出现在 这个电流呢 要比这个电源电流呢 要大得多得多 就过电流呢 出现在电感和电容自路走 好 那么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章里面的 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也就是我们在这呢 罗列出来了 那么还有一些内容呢 希望大家呢 要对他撒呢 我们要加一个理解 特别是这个并联写着呢 我们给了个实际的电路 那么那一个呢 RLC呢 那三个元就串并联起来 写着那些特性呢 简单很简单 希望呢我们要理解 好 那么这个第九章呢 那我们就到这 我们就到这 那么最后呢 这是我们的作业 那么这一章呢 内容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作业呢 也比较多 希望同学呢 下去回去 下去以后呢 把这些作业呢 好好做一下 好 那么我们这个第九章呢 我们就到此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下面呢 紧接着第十章 第十章 还有偶和电感的电路 还有偶和电感的电路 好 那么我们先学习第一节 叫护感 好 什么是护感呢 大家先看一下 这是一个电感 线圈 那么这是一个电感线圈 你看两个啊 那么绕着这个啥呢 啊 这个鼓上啊 且鼓上呢 有这么一个线圈 好 那么你这也是一个线圈 那么我们给这个线圈上呢 通一个电流 通一个电流 那么通一个电流 那么电流呢 会在这儿 你看 那么电流呢 会在这个线圈中呢 产生这个磁场 这我们在中学物理里面 已经有这种概念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给这个线圈中呢 通一个电流 那么在这个线圈中呢 就会产生磁场 好 那么你看一下 如果电流的方向 是这个方向的话 你看 是这个方向的话 我们能判断出这个整个电路 这个磁场的方向 应该从这个方向呢 指向这个方向 也就是从左右呢 指向左 这是磁场的方向 好 那下面呢 我们看这几个概念啊 一个是磁五和现象 什么是磁五和现象呢 就是载流线圈之间呢 通过B次的磁场呢 联系起来的一种物理现象 那么你看 我们这一个啥呢 我们给这个线圈呢 通过一个电流 那么这个线圈呢 就会产生一个磁场 那么这个磁场呢 在穿过这个北线圈的时候呢 也会穿过另一个线圈 那么也就是把两个线圈的之间呢 就联系起来了 所以呢 这种现象呢 叫磁五和 也就是通过这个磁场呢 把两个线圈呢 联系起来了 也就是你看 这个线圈上这个磁场呢 一定穿过另一个线圈 不一定完全穿过嘛 反正肯定是要穿过 所以呢 这一种现象呢 也就是通过这个电磁场呢 把两个线圈呢 联系起来了 所以这种现象呢 就是磁五和 好 下面我们看 线圈一中呢 通入电流I1 你看这个线圈一中呢 我们给它通过电流I1 当然I2中呢 这个线圈二中呢 这个线圈二中呢 没有通过电流 线圈一中呢 如果我们通过电流I1 把这个电流呢 我们称作是啥呢 四杆电流 四杆电流 那么也就线圈一中呢 通入这个电流呢 我们称为四杆电流 四杆电流 那么如果线圈一中 通入四杆电流以后呢 在线圈一中呢 会产生这个磁通的分一一 这个没问题 你给这个线圈一中呢 通入这个电流以后呢 有电流呢 就会产生磁场 那么也就是说 肯定有磁通 只要有磁场 就磁通 好 那么就会产生 电干线圈一呢 就会产生磁通 我们把它叫做肺一 这个肺一呢 我们称作是自感磁通 也就是自己这个线圈呢 本身产生的磁通呢 我们叫做自感磁通 好 线圈一呢 产生的磁通呢 我们叫自感磁通 同时呢 这个有部分磁通 我们刚才说 有一部分磁通呢 也会 一部分磁通呢 我们叫做是φ21 你记一下 第二个线圈是21 是第一个线圈的磁通 你表第一个线圈的磁通 大家知道 第一个线圈的有部分磁通呢 成为穿过这个临近的线圈二 哎 临近的线圈二 那么就是这个线圈呢 本身产生的磁通呢 会穿过临近的这个线圈呢 二 我们把这个线圈的这个磁通呢 我们叫做护感磁通 护感磁通 好 那么我们在这呢 大家把这个名词呢 我们引入了这么几个名词 大家再看一下 一个是四感电流 那么就这个线圈 那就是通通入的电流 我们成为四感电流 那么在这个电流的作用下 在本线圈中产生的这个磁通呢 我们叫做自感磁通 所以呢 我们用废一一来表示 你看 废一一呢 就是表示第一个 第一个线圈产生的磁通 哎 第一个线圈的磁通 那么废一 第一个线圈的磁通 一呢 是表示穿过第一个线圈的磁通 其实呢 废一就是这个啥呢 线圈一中穿过的磁通 也就是它的自感磁通 所以呢 我们用废一一呢 就表示它的自感磁通 哎 也就是废二一 注意一下 废二一是护感磁通 也就是 线圈护感磁通呢 我们用废二一来表示 这个废二一是啥意思呢 就是穿过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有废二 废二 那么这个磁通从哪来的呢 是从第一个线圈 这个产生的 来自第一个线圈 所以我们就废一二 所以呢 这个线圈呢 就是护感磁通 也就是第一个线圈中的磁通呢 穿过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也就是 所以呢 我们就护感磁通 所以我记住 废二一呢 表示第一个线圈中 产生的磁通呢 穿过这个第二个线圈中的磁通 叫护感磁通 废一一呢 就自感磁通 第一个线圈呢 自己本身产生的磁通 两个名词 一个叫护感磁通 一个叫啥呢 自感磁通 还有一个电流呢 我们叫四感电流 四感电流 好 这样两个三个名词了 好 那么下面再看 磁通呢 废一一 自感磁通 磁通呢 范一一呢 在穿越自身线圈时 那么这个范一一呢 要穿越自身线圈时 产生的磁通链 那么也就是你 一砸线圈呢 产生的磁通 是范一一 那么你N砸呢 就产生总的磁通 就是磁通链 那么产生的磁通链呢 范一一 我们叫自感磁通链 也就是线圈一种的 总的磁通 N砸磁通呢 焦链 N砸磁通链 一砸线圈呢 产生了磁通的范一一 N砸线圈呢 你看 第一个线圈呢 砸送的是N一砸 N一砸线圈呢 产生了磁通的焦链 那么 我们成为磁通链 磁通链呢 我们用范一一来表示 范一一呢 成为护感 自感磁通链 统领呢 范一一中的一部分 或者全部 焦链线圈二四 也就是说 你这个 第一个线圈的这个磁链呢 全部或者部分的 焦链的磁通二 线圈二 也就是说你这个磁通 有部分的或者全部 通过这个线圈二 产生了磁通链 叫范二一 这个范二一呢 就是对应的 就叫做护感磁通链 护感磁通链 好 又是两个 该前面的自感磁通 护感磁通的对应 那么自感磁通呢 就是自己这个线圈产生的磁通 我们自感磁通链呢 就是自己 本身这个线圈 中的磁通链 那么护感呢 就是掺过另一个线圈的磁通链 所以 又是这么两个名词 其实很简单 范一自感磁通链 范二一呢 是第一个线圈的磁通链呢 掺过 也就交链线圈二次的磁通链 也就范二一呢 第一个线圈呢 交链线圈二的磁通链 也就是第一个线圈的磁通 掺过第二个线圈的磁通链 所以呢 护感磁通链 自感磁通链 护感磁通链 好 那么自感磁通链呢 范一呢 就等于N一 第一个线圈的磁数N一 再乘上一个范一 那么自感磁通链呢 范一 就等于N一呢 第一个线圈的这个磁数 乘上一个第一个线圈的 自感磁通链 所以呢 我刚才 你这N打线圈呢 每一张线圈呢 产生了磁通的范一 那么N打线圈呢 交链 产生了总的磁通链呢 因为N一乘上个范一 好 那么范二一 也就是范二一呢 护感磁通链 第一个线圈呢 穿过第二个线圈的磁通链 护感磁通链 第一个线圈呢 穿过第二个线圈的磁通链 就护感磁通链 护感磁通链 护感磁通链等于多少呢 也就N二 第二个线圈的磁数 乘上一个范二一 那么穿过第二个线圈的磁通呢 范二一 N打线圈呢 N打磁通呢 交链 那么产生了总的这个磁通链呢 范二一 乘上一个范二一 好 那么这个是啥呢 这是自感磁通链 和护感磁通链之间的关系 所以 Pose一一等于N一 乘上个范一一 Pose二一 护感磁通链 范二一呢 等于啥呢 N二 第二个线圈的磁数 乘上一个啥呢 护感磁通 范二一 好 那么下面再看 这么一个概念 当线圈周围无茄磁材料 也就是当你这个线圈周围的没有茄磁材料时 那么我们把这种线圈呢 叫做空心线圈 没有茄磁材料 那么茄磁材料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磁烂 茄涅骨 茄涅骨 极其合金 它们的合金呢 我们都叫做茄磁材料 除了这三种材料而外呢 我们其他的材料 我们都叫非茄磁材料 也就是说当线圈周围呢 没有茄磁材料 哎 那么也就是说你用的都是茄磁材料 我们把这种线圈呢 叫空心线圈 空心线圈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这个线圈呢 这个线圈的导线的绕子 比如说铜棒上 或者其他棒上 那么这种线圈呢 我们都叫 这是空心线圈 线圈 空心线圈 当然这个线圈周围呢 没有茄磁材料 是 那么这个磁通链 与这个电流呢 是成正比的 这下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线圈周围没有茄磁材料 是磁通链呢 与电流是成正比的 这个概念呢 我们在第一章呢 已经给大家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线圈呢 是无线圈呢 周围呢 没有茄磁材料 所以呢 他们两者呢 电流呢 与磁通链呢 是成正比的 也极 极啥呢 这个 也就是第一个线圈的这个磁通链呢 磁通链 就等于啥呢 N倍的I1 范1 这个呢 范1是自感磁通嘛 自感磁通 这是自感磁通链 那么就等于第一个线圈的电感 电感呢 乘上第一个线圈的电流 那么也就是它的这个磁通链呢 自感磁通链呢 与第一个线圈的电流呢 大小子是乘比例的 乘比例的 所以呢 应该范1呢 等于L呢 E2 这个自感磁通链 也就是这个磁通链呢 与电流乘正比的 同理这个范21 那么等于M21乘21 也就是这个自感磁通链呢 也是由第一个线圈的电流呢 产生的 也是第一个线圈的电流产生的 所以呢 应该与第一个线圈的这个电流 I1呢 是乘比例的 所以呢 普赛21呢 应该等于 这些N 一个护感磁通链呢 等于护感磁通 乘上一个第二个线圈的差数 其实就等于一个M21 这是一个系数 偶和系数 那么第一个线圈的电流呢 第一个线圈的电流 所以呢 也就第二个线圈的磁通链 第二个线圈的磁通链呢 与第二个线圈 第一个线圈的电流呢 是乘比例的 第二个线圈的磁通链 第二个线圈的磁通链呢 与第一个线圈的电流呢 乘比例 第一个线圈呢 电流呢 乘比例 好 那么这个比例系数呢 是M21 我们看 L1呢 称为线圈E的自感系数 这里面有护感 所以我们L1呢 称为这个线圈E的一个自感系数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M21 M21 称为线圈E与线圈E之间的护感系数 简称护感 单位呢 也是亨 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你这个磁通链呢 与电流呢 是成正比的 也就产生这个磁通链的电流呢 是成正比的 因为磁通链呢 与产生其电流呢 是成比例的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自感磁通链呢 应该等于L1呢 成I1 PosA2E呢 就等于M2E的I1 所以呢 也就是第二个线圈的自感磁通链呢 也应该与第一个线圈的这个磁通链呢 磁通链呢 应该是成比例的 所以呢 应该主意一下 这个因为 第二个线圈的自感磁 护感磁通链呢 也是由第一个线圈的电流呢 产生的 所以呢 我们称为啥呢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把这个呢 M呢 我们称为护感 护感系数 护感系数 简称护感 好 单位呢也是亨 你看 磁通链呢 都是与电流有关系 所以呢 这个M2E呢 显然是个亨 单位呢是亨 L呢是亨 所以像L1呢 我们称为自感系数 这个呢 成为护感系数 M呢护感系数 本身的这个线圈呢 电感呢 我们叫做啥呢 自感 那么互相影响的这个呢 叫做护感 好 通理 通理 当线圈2中呢 通入这个四感电流式 因为我们 通理这个 如果给这个线圈2中呢 通入这个四感电流 大家看一下 四感电流R2 在线圈2中呢 会产生自感磁通 范22 这个也就是 在自己本身线圈上 肯定要产生磁通 也就是线圈呢 只要通过这个电流呢 一定会参加磁通 同时呢 有护感磁通 范12呢 参加线圈1 也就有护感磁通呢 有护感磁通呢 范12呢 参加线圈1 就像这个意义 你看 线圈2的自感磁通呢 范22 没问题 线圈2的自感磁通范22 那么范12 是护感磁通 那么也就是第二个线圈的磁通呢 参加线圈 也就是第二个线圈 产生的这个自感磁通呢 第二个线圈的自感磁通呢 参加线圈的磁通呢 那么也就是护感磁通 那么就范12 参加线圈 所以呢 前面这个1呢 表示第一个线圈 2呢 表示这个磁通呢 是来自这个线圈2的 所以呢 这个就护感磁通啊 那么磁通范2呢 在线圈 2中呢 产生自感磁通链 范22 大家一看 范22呢 等于多少呢 显然就等于N2呢 乘个范22 没问题 因为N打线圈的交链 范22 范22 总的一部分 范22 也就是这个磁通组呢 第二个线圈组的一次 这个磁链组的一部分 或者全部呢 要穿过线圈一样 所以呢 产生护感磁通链 范22 范22 那么范22呢 肯定是小一等于 范22的 也就是这个线圈2 产生的这个自感磁通呢 磁通链呢 有一部分呢 或者全部 顶多就是全部 穿过这个磁通 线圈二 所以呢 这个 范22呢 22呢 是小于 范22的 产生 穿过这个 线圈一 所以把这部分 磁通呢 磁通链呢 就是护感磁通链 这部分磁通链呢 就是护感磁通链 好 那么这个是啥呢 这是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也就是 这是又是一个概念 好 那么 统链 也就是 范22呢 等于啥呢 就等于这个自感磁通 乘上它的这个 线圈的长速 那么 范22呢 应该第一个线圈的长速 乘上一个 护感磁通 好 那么统链 当这个线圈周围 没有茄子材料 也就是直视空心线圈 那么 范22呢 与22是成比例的 也就是这个 磁链呢 与电流呢 是成比例的 所以呢 这个范22呢 应该等于L22 也就是说 自感磁通链呢 与通过它的电流呢 是成比例的 成正比的 那么 同理这个 范12 也就是说 这个护感磁通链 也是与这个电流22呢 电流2呢 成比例的 所以呢 范12呢 应该等于M12 乘i1 乘i2 好 那么这个是 两个呢 那么 这里面呢 L2呢 当然是叫做 线圈2的自感系统 这个L2呢 是电干2的自感系统 M12呢 就是 称为线圈2与线圈1之间的护感系统 护感系统 线圈1和线圈2之间的一个护 线圈2呢 线圈1之间的一个护感系统 M12 线圈1和线圈2呢和线圈1之间的一个护感系统 好 注意一下 线圈1呢和线圈2之间的护感系统是M21 线圈2和线圈1之间的护感系统呢是M12 好 那么我们可以证明 这两个护感呢 两个线圈之间的护感是相等的 护感护感嘛 护感护感嘛 所以也就是说你对我影响是多大 我对你影响就是多大 护感 所以呢 这个M21呢肯定等于M12等于M 就他们两个呢是相等的 这是可以证明的 可以证明的 好 那么这是我们呢 又有个概念 也就当线圈2呢通过电流式 它产生一个质感磁通 贩2 护感磁通贩12 也就穿过第一个线圈的这个磁通 当然也产生这个磁通链 质感磁通链 贩22 那么贩22 那么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当这个线圈呢是空心线圈式 那么这个磁通的链呢与电流是成比例的 所以呢 菩萨22呢等于L2呢乘R 菩萨12呢等于M12呢乘R 注意一下 这两个关系 菩萨12呢等于M12呢乘R 好 这个是找到护感磁通链 好 护感磁通链 那么 护感磁通链 那么我们这呢就是一个护感系数 注意一下 那么线圈1线圈2之间的护感系数呢应该是相等的 它们之间的护感系数相等的就等于M 这可以证明了 好 当两个线圈呢都有电流通过式 这个最 如果 刚才呢我们是一个线圈呢通有电流 当两个线圈呢都有电流通过式 哎 那么每一个线圈的质感磁通呢 链呢 与护感磁通链的方向如果相同 相同时呢成为护感的增注作用 哎 那么也就是说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当两个线圈呢都有这个电流通过 都有通过电流通过呢 如果这个电流呢产生的这个质感磁通链 方向呢如果在空间呢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这两个线圈呢 产生的这个磁通链呢 护感 护感呢有具有自动 增注的作用 也就是说这两个线圈呢 产生的这个磁通呢是互相加强的 也互相增注作用 所以呢成为加强的 也就是空间呢这两个磁通呢 在这个空间的磁通方向一样的话 那么它当然呢它是增加了这一点的这个磁通 所以大家看着这个啥呢 看着这个通 那么你看这个电流I1呢 在这个线圈中产生的这个磁通的方向呢 是从下往上面 那么这个磁通 这个电流2呢在这个线圈中 在这个线圈2中呢 产生的这个磁通呢是由上往下 所以呢你看它们由磁通呢构成一个闭合的路径 那么在空间中呢两个磁通的方向呢 你看在这一部分呢是相同的 两个磁通呢 在它们之间呢是相同的 所以呢我们这一部分磁通呢 如果磁通的方向相同的话 那么它们之间的互改呢 我们成为增注 它们这个也就互相的影响呢 是加强的成为增注 所以呢这个这个磁通呢 叫做增注 好 每个线圈中的总的磁通链 也就是你这个线圈的磁通呢是增注的嘛 我这个线圈中有一部分磁通 你那呢也有一部分磁通 那么我们两个磁通呢 一个增注 加强的 所以呢总的磁通链 显然就等于啥呢 第一个线圈中的这个总的磁通链呢 应该等于它的质感磁通链 再加上第二个线圈的护感磁通链 也就范儿一二 因为第二个线圈呢 在第一个线圈中产生的这个护感磁通链 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线圈中的磁通链 第一个线圈中的磁通链 我们用范儿一来表示 等于它的质感磁通链 质感磁通链 再加上一个护感磁通链 那么哪一个呢 是线圈二与线圈一之间的护感磁通链 我们用范儿一二来表示 等于多少呢 那这个就等于质感磁通链呢 等于L1 IE 这个质感磁通链 那么护感磁通链呢 是M12 R 好 护感磁通链呢 是由电流22的产生的 好 这是第一个线圈中的总的磁通链 应该等于质感磁通链 加上一个第二个线圈 最第一个线圈的护感磁通链 所以它犯一二 质感磁通链 所以我们简单的说的话 就应该是 每个线圈中的磁通链呢 应该等于第一个线圈的 应该等于质感磁通链 加上一个护感磁通链 好 那么注意一下 这个第一个线圈的质感磁通链呢 由本身这个 自己这个四感电流呢 产生的 第二个 那个护感磁通链呢 由第二个线圈的 这个四感电流呢 产生的 所以呢 应该等于L1 IEC 这是质感磁通链 这是护感磁通链 同理这个第二个线圈的磁通链 范2呢 应该等于啥呢 范22 加上一个范21 那么等于多少呢 等于L2 第二个 乘22 第二个线圈的 质感磁通链 再加上一个啥呢 M21 第一个线圈呢 对第二个线圈的 护感磁通链 好 那么这个是啥呢 这个是两个线圈中的 总的磁通链 就每个线圈中的 总的磁通链 每个线圈中的 总的磁通链 一定等于啥呢 等于质感磁通链 加上一个护感磁通链 这是线圈的增注 当两个线圈 当两个线圈的电流呢 使每一个线圈的 自感磁通链 与护感磁通链的方向相反 也就是护感磁通链 跟每一个线圈中的 自感磁通链 方向相反时呢 成为护感为削弱的作用 成为护感的削弱的作用 那么两个线圈的电流 也就是两个线圈呢 都通用电流 但是这两个线圈中 产生的这个磁通链呢 方向呢 是相反的 那么当然这个 就会削弱一个线圈的 总的这个磁通链 一个线 总的磁通链呢 肯定 不会增加 而且呢 小于 减小了 这种作用呢 成为护感的削弱 削弱作用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 你看这个电流呢 在这个线圈一上 产生的这个 字感呢 应该是从下面往上面 应该从下面往上面 那么这个电流呢 在这个线圈二上 产生的这个磁通呢 也是从下面往上面 所以呢 这两个磁通呢 在这个他们中间 这个中间这个位置上呢 应该是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呢 他们两个护感呢 是削弱的 对于每一个线圈来说呢 它的这个 总的这个护感呢 自感磁通链呢 肯定 比每一个呢 自感磁通链呢 总的这个磁通链呢 比自感磁通链小 所以呢 应该是啥呢 每一个线圈 总的磁通链 应该为多少呢 在一呢 等于自感磁通链呢 减少一个 护感磁通链 自感磁通链呢 减少一个护感磁通链 那么就等于这个字 自感磁通链 减少第二个线圈 对第一个线圈的这个护感 磁通链 好 那么第二个线圈呢 啥呢 这个磁链 总的磁链 第二个线圈呢 总的磁链 应该等于多少呢 第二个线圈呢 自感磁通链 减少一个护感磁通链 以后第一个线圈呢 对第二个线圈的护感磁通链 你总的磁通链呢 削弱了 所以也就是对于每一个线圈来说 它其中的这个磁通链呢 削弱了 因为护感的作用呢 削弱了 因为这个护感呢 因为这个电流呢 在两个线圈中产生的这个磁场呢 方向呢 像反随呢 两个系 它护感的削弱了 所以对每一个线圈来说 其中的这个磁通链呢 小于它的自感磁通链 所以呢 到底这么多 好 这个呢 当然我们增重的作用呢 如果清除的话 那么削弱的作用呢 我们不难理解 削弱的作用 因为你增重呢 就两个方向一样的 肯定加强了 如果方向不一样的 肯定削弱 削弱的话 那增重的话呢 磁通链呢 增加两个加 就是自感磁通链 加护感磁通链 那么如果削弱的话呢 肯定是自感磁通链的 减少一个护感磁通链 护感磁通链 好 那么这个是线圈中的 磁通链之间的一个关系 一个增重和一个削弱的一个 一个关系 好 那么 我们这一节呢 暂时到这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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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